在港求Work-Life-Balance的年代 很多国家都实施弹性工作制 不用定时定后逼地铁上班 绝对是打工仔的心声 布特逢最近发表的报告 发现弹性工作制对大多数企业利润 和员工时期都有所提升 老板们还有什么借口不参与呢 弹性工作也是改善工时长的方法之一 实施弹性工作制国家的每年人均工时 大概都在2000小时以下 香港参与弹性工作机构的比例有七成六 比以上的地方还要高 不过工时就是全球之冠了 达到2606小时 难道香港人真是特别名义的吗 工时过场的结果 很多人都亲身有体验过了 不单只影响工作效率增加压力 对家人和朋友的关系都有影响 就每大学的一份报告指出 工时过场的主要原因有这些 有时方工见到上司未走 你都可能无辜坐到一小时了 其实老板们最重视的应该是员工的工作效率 而不是他们在办公室坐多久 这时候 Text工延 Nerd 公司便可聊聊天 有点优优独特别的 不知人们最高到� putting 集顶的人本身顺便 看深夜框 监制 自然而登草侍